我現在就在米蘭大教堂的旁邊 這裏是一個有蓋的廣場 反正這裏是一個代表性的建築物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這裏 因為平時在家或者看旅遊書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個建築物 今天終於有機會來了 真的超級漂亮 超級漂亮 剛才說一下這個錯視精華 我剛才上了米蘭大教堂上面 看到超級漂亮的雕刻 我自己覺得雖然是第二大跟著凡帝剛 但我覺得那裏面的雕塑 比凡帝剛更漂亮更貴 剛才上到塔頂 今天大概都要走四百多級樓梯 大家看到上面這麼漂亮的畫面 立刻無所謂 四百多級而已 值得 雖然都說要收錢 但我都覺得 來到米蘭就是要看這個大教堂 還有看這個廣場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就是在這個威尼斯 昨天就在米蘭 米蘭和威尼斯兩個來說 都是一個中世紀 意大利北方的霸主 米蘭以這個打仗那些來說比較出名 威尼斯來說是以經濟貿易 作為一個出名的地方 以前 但是歐洲要通過威尼斯 必須要通過威尼斯 才可以將貨物去到亞洲 或者是亞洲 必須經過威尼斯 去到歐洲 所以說威尼斯成為了一個中全口岸 令到經濟比較發達一點點 是當時歐洲一個富強的一個國家 那來到這裡 你說問我會不會擋出路 其實來說我不會的 因為來說 很多路牌都寫了 指它這個大景點 聖馬可教堂 對 聖馬可教堂 然後這裡有一條大運河 一個S字形 你看一下地圖 其實已經很容易看到 因為大運河 只有一條小河 就不要記了 因為太多 所以說到這裡 只要你 略略看一看地圖 基本上你可以這樣說 你不會擋出路 都可以的 那我們繼續去走威尼斯 然後去這個聖馬開館場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就是 威尼斯最有名的地方 這是聖馬可教堂 在後面 其實來說 你說 我這個旅程來說 其實來到歐洲 全部都是看這個教堂 羅馬看 米蘭看 連這裡也看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裡雖然可以買一個套餐 一個年票 這樣去買 但我自己覺得 剛才參觀完一個 免費教堂來說 我覺得這裡沒什麼看 因為這裡是金碧輝王 是金碧輝王 金碧輝王 但是來說 真正可以看到的東西不多 那我身後面 這個廣場來說 就 很多個 很多隻 八甲的 很多一些 飛來飛去的 幾東西 那剛才 挺搞笑的 就吃了一個麵包 那就無端端 天洞上面 有一隻大鳥 刮走了 奧快吧 這個真的是 如果下次 有機會來到的話 記得小心這些 千萬不要把食物 在外面露眼 剛才也有 好幾隻鳥 在我身邊飛過 真的 覺得很骯髒 那現在就是 去搭 聖馬利諾的巴士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司機哥哥 他都會教我們 怎樣去講 意大利文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 好嗎 一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九 十 十 十 六 十 十 十 NZ 那也不再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身处的地方 不是罗牙的使用室 不是哥哥的特长 亦都不是白 就是那个屋的马尼诺 这里来说的是 这个是以大利的南国 因为北部那边 下大雨 所以来说 马尼诺也没有南国 直接过去南国这边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唐贝古城 在这个西藤诺河餐 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会有西藤诺河餐来呢 我来说 公元1999年 8月24日 这里 无论研究了大型的火山 就是火山伯伯 这里之间 将这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活埋 未活埋之前 这里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地方 当年所有的有钱人 全部都来这里居住 所以我这里会建议很多 会比较漂亮一点的屋 还有刚才大型的斗手场 那个是公元1979年 被火山伯连 那罗马的大型的斗手场 是公元1980年才建议过的 这里的历史文化 和背景 都比河滑那边更加有历史 更加有深度 所以像我这些 这么有深度的人来说 来到意大利南部 一定会来这里 去看看他们的文化 这里除了是西藤诺河餐厅 但时间相对比较大 比较粗的 可以一起玩下去 玩完之后 再住在拿坡里 拿坡里本身也是一个世界文化 故人而知 南部的一个大型指 打算两个小型指 三个世界文化 所以如果 会玩意大利南部 一定是这样的 手在土壤 字幕提供 蓬佩寶城來說,這裡也有一首家傳無曉經典的詩歌 就關於蓬佩寶城 相傳來說,很久之前有一對夫妻 她老婆和媽媽有病 需要這隻子血草去解患病菌 子血草來說,即是蓬佩寶城才會有 當時那對夫妻居住羅馬 為了去救她媽媽,所以說 她老公跑了過來一旁去找小血草 結果,她老婆在羅馬等 等了很久,一直等,都等不到 亦都因素傳無,為何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當年公元79年8月24日 火山爆發的一刻,所有人都反應不到 全部被撥曼 沒有一個可以生化,沒有一個可以逃出去外面 去說出這個古城發生了甚麼事 結果,這裏那個老婆寫了一首很悲壯的詩歌 成為了家傳無聊的一首冬酒的詩 這個景點來說,直至是本月17世紀才被人發現 所以這裏還可以保存得很好 還有這個龐埔古城火山爆發的原因 背後是近幾年,近這幾個世紀 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來到這裏,不妨可以幻想一下 當年的火山爆發的一刻 這樣旅遊才有這個感覺 我這裏是意大利南部最大型的城市 拿玻璃 這裏是意大利南部最大型的城市 就是一個典型地中海的城市 這裏有著歷史文化意義 這裏是這樣的城堡 其實裏面都是古老的 不說你不知道 其實拿玻璃本身自己 也是一個世界文化為餐 除了這裏有購物之外 有一個大城市之外 它住的酒店也不是太貴 我昨天去了一間大概 二星級的酒店來說 也是25元歐羅 我現在是12月 12月頭,就算是膽貴 酒店也有分大王貴 但是我覺得現在 25元歐羅 其實我覺得 泰國這個行程來說 最便宜的是昨晚 過到這裏 除了是一個世界文化的產業之外 它住的酒店 食宿那些全部都是一個 相對比較便宜的城市 不妨過到這裏 感想一下南波利的文化 水呀 水這裏 一級白痴 水災 酷 板 酒 水 水 瓶 水 瓶 水 水 天王的夜間 天王的夜間 夜間的夜間 夜間夜間 夜間天王的夜間 夜間夜間 夜間的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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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 已經接近微星了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來回羅馬了 在羅馬比亞出名的一個廣場 叫做西班牙廣場 傳說就是西班牙人在這裡 墜居搞到西班牙廣場 好像就是這樣的 今次到來已經是夜晚了 明天差不多最後一天了 因為我後天要搭造機 然後只剩下明天 明天還要走多次法底綱 想買一些東西 還有走古羅馬鬥秀場 所以今天先走了大街 反正都12月 這裡全部都是聖誕節的裝飾 這裡超級漂亮 超級飽益 現在是7點半 現在我們說 可能9點鐘全部都已經下班了 所以說 把時間盡快去走 我終於在這個西班牙廣場 走到過來這裡 許願池了 這裡也是一個羅馬市中分 十分之出名的一個景點 那些人來到會怎樣呢 就會拿個一元 或者是其他的貨幣出來 總之是硬幣 硬幣的 然後這樣就許個願 然後向下一扔 扔到一個池那裡 這樣是許個願的 這裡來說是一個非常出名的景點 許願池 我歷盡1300萬歲 就由西班牙廣場走到過來 因為這裡來說 沒有任何一個地理站可以直到 只有西班牙廣場 或者另外一個地理站 走大概十分鐘的路 走到西班牙廣場 其實我找路找了很久 因為這條路 就太過複雜了 然後很多條路 大街大巷 也是超級多人 我也不知道那裡是一個 主要的港島 終於找到這裡了 但是來說 維修 沒有辦法 沒有完 加上現在也不早了 九點鐘 其實其他的街道已經是關了門 我是時候都要打到會府 今次來說 真是很可惜 看不到許願池 不過算了 沒辦法 反正 終於有機會再來 那天 我替你來看 終於玩到最後第11天了 明天來講我只要乘飛機回香港 今天再來到梵蒂岡 因為自己想買鵝仔送給自己 第一天過來羅馬多士 過來梵蒂岡 進去裡面見到鵝仔 自己很喜歡 但當時不知道自己夠不夠預算 可否應付到這隻鵝仔 其實這隻鵝仔也挺貴的 幸好終於來到第11天 還有錢買這隻鵝仔 然後另外加上加工費 剛好可以過去機場 然後乘飛機回香港 我覺得挺幸運 也挺開心的 是開心的一件事 第一天是找不到西斯丁星期的糖 即是那個創世紀 這裏 沿著這條路排隊排進來的話 是找不到西斯丁教堂的 要繞到後面那裏才可以進去的 剛才也想嘗試去過 但是來說 大概都要成三十八塊 好像成四十四塊 學生是三十八還是二十八 差不多的價錢 結果來說 稍微太貴了 加上今天第11天 自己的錢 不要理會這麼小 所以我去做西斯丁星期的糖 反正應該都會有機會再來 再加上 其實這幾天 每天都是看教堂的 其實都看得挺悶的 現在 大概是十二點三 十二點三 這裏排隊排得超多人 剛才也有拍過排隊的時間 有多少人 大概是十點鐘 差不多排了整個小時才進來 現在更加多人去排隊 可能要排到整個半小時 然後再進去裡面慢慢參觀 裡面參觀的時間 如果你說真的未來過 而真的玩到上面的話 起碼都要整兩個小時 總共加上 可能加上所有的時間 可能總共有三個半小時去玩梵蒂岡 我自己覺得 來的話 要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那現在就十二點三 那我就要去下一個景點 羅馬的歌 鬥秀場 也應該是一個 一定要到午 還有一定要拍照的景點 事不宜遲 那現在就踏地鐵 出發 一看就知道我已經 已經 擺了地鐵 今天過來了古羅馬的鬥牛場 這個就是一個貪污古城 被營賣之後的隔多一年 即是公園80年 挺好的 就是打營的鬥牛場 成為一個羅馬的地標 今次過來了就不進去了 因為這裡有一個套票型才去購買 一個店 然後後面散了一個店 然後再加上哪個店 總之總共是三個店 有$16歐6 今次來說的旅程 就沒有帶那麼多錢 你說其實我能不能進去 就能進去 但是來說我不想浪費這些錢 因為我到現在最後一天 我連手信都還沒買 所以來說 反正這個是羅馬市工森 一個大店 來日方長總有機會來 所以來說 不急了一時 今天就去到這裡拍照已經夠了 反正我自己覺得 進去不一定是漂亮 進去不一定是漂亮 相反來說 由它外面這樣看回來 反而是一個更好 因為其實很多景點都是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進去裡面景點不一定是漂亮 那就不一定的 可能有時候來說 是在外觀已經是很足夠的 所以來說 今天進去了 就在外面拍照 過了段落 然後下一站 去西班牙廣場 賣東西 在外面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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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船門 每個草口 好像叫做 君士坦丁堡海船門 然後隔壁就是 剛才那個鬥獸場 這裡來說 是海船門之中的始祖 話說當年 法國的海船門 大家也知道很出名 話說當年 國靈將軍打到來 意大利的時候來到這裡 看到這裡的海船門 太過漂亮了 然後才去法國 起座海船門 換言之 這一座其實是海船門 裡面的始祖 旁邊那個 舊頭場來說 兩座 其實已經進入了 世界文化遺產系列 這一站來說 是我整個旅程之中 最後一個世界文化遺產系列 總共這個旅程 好像走了 九個世界文化遺產 其實 可以去到十個 但是 那個 阿 媽飛 因為下雨的關係 就不要去到 其實 差一個也有少許可惜 還有星馬里浪 應該是去了八個才真的 因為下雨 下雨 咬了兩個 其實也有少許遺憾 那兩個是一個小點 很遺憾 如果問我有沒有遺憾 這個景點 我就不覺得 因為始終這個也是大點 來入方場 再加上 我覺得這個位 其實更加漂亮 更加漂亮 一定要進去才漂亮 對不對 好 時間 繼續下雨 最後一天 在我剛剛 賣美拍照的時候 發生了一宗搶劫案 一個人的袋子 被兩個人拿走 一直在追逐 其實整條大街都看著他們追逐 結果來說 被人偷東西 跑到這裏的欄杆 就不自身擊散 然後就追不到 其實這裏來說 你說警察 有沒有 是有的 但是多不多 其實不多 其實給我一個感覺就是 其實這裏亂的人都知道 因為始終是一個旅遊景點 是亂的 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來說 警察的數量 其實我自己覺得真的很少 比這個 比薩 比米蘭更加差 其實羅馬整個城市的感覺 就是一個 亂 首先第一 來說 你說相比米蘭 威尼斯 那些 城市來說 威尼斯 其實 威尼斯 我未玩過夜晚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就 就著米蘭 這個城市來說 我覺得米蘭的城市 的治安幾好 畢竟它的警察 都比較多一點 火車站來說 都是24小時開放 雖然火車站 都是比較 暖一點 但是來說 都沒有羅馬在這裏 羅馬在這裏 這裏特米尼火車 特米尼火車站 即是它的 中央 那個 交通那個 中站來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十分之混亂的 就避免到 晚上的時候 它 兩點到五點鐘 都是一個 叫做 收工時間 就沒有人可以 進去 特米尼火車站 其實因為那裏來說 實在太過亂了 警察可能 可能當地的治安問題 其實是晚上都不開放 那 像說 其他城市 那樣 可以24小時開放 那就是羅馬來說 我覺得 真的特別亂 真的特別亂 這裏應該是 最亂的地方 第二來說 應該就是 比薩 這兩個 羅馬 意大利一個 大景點 鬥獸場 和比薩斜塔 來到這裏 一定要注重 自己人生的 財產 安全 那你說我怕不怕 其實我不太怕 因為 你說過 我對住一部 其實 說話 其實沒有人敢 過來 搶走 沒有理由 就是慢慢錄 然後搶走 另外 我的手袋 就太過重了 就算拿完 之後 也不能拍到 也不能拍到 所以 我自己 就太過害怕 這些 都是經驗所談 可以和大家分享 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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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西班牌廠 現在大約是差不多兩點半 其實這裡有很多人 這個情況一直會遲到晚上 昨天晚上都來了 但日流來說肯定沒有那麼早有這麼多人 後面來說 後面這條大街 我後面這條大街就是一條大道 大概收工時間是晚上的7點左右就會收工 如果大家想來買東西就留意時間 因為真的不像香港 可以玩到晚上10點或11點 其實這裡來說7點已經收工 留意這裡的收工時間 你們拜託 他們在旁邊 我們會王陰 謝謝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很快就過來機場 我在哪裏過來機場呢 就是在特米利火車站 本身都想跟大家介紹一下特米利火車站 但那裏就不讓攝影 就算了 我就直出機場這裏 特米利是一個中轉站 機場巴士可以直到特米利 其實特米利是一個歐洲最重要 或者最繁忙的火車站的其中一個 亦是羅馬市中心裏面的市中心 是羅馬市中心的中轉站 甚麼地方都可以直到特米利的地方 所以說特米利 只要你去特米利的話 基本上你想去羅馬的 或者意大利哪個地方都可以 因為特米利是一個中央大的車站 我終於到機場了 亦都是基本上這個旅程來說 都去到七七八八 差最後就是飛回香港過程飛機 到這裏來說都不和大家再介紹了 今次來說都玩得很盡興 都算是這樣的 照拍來的時間 我都要繼續去收拾我其他東西 例如 沒有相機 所以說我都要時間去收拾 然後就 在機場到那晚 明天早上飛早機飛回香港 多謝 還需要麻煩 有錢 斯福 RY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